翻車魚 好漂亮喔 錯位喔 喜歡幹嘛 喔喔喔喔 皮哥 一直中耶 哇 減減七八豬 還好深啊 欸,阿南早 早 看到阿南就知道 我們要幹嘛 真的是 幹什麼大事 就知道我們要船吊了 本頻道 太暗了 阿南說有一個特別的辦 是 本頻道從來沒有拍過 對 因為沒有人看 沒有啦 因為 聽說敲規機率很大 滿大的 那我們今天是怎樣 兩人包船嗎 對 哈哈哈 加船長 三個人 我就不相信這樣還會敲 OK 那想知道我們吊的如何嗎 記得跟我們看下去喔 GO 所以你沒有工具箱喔 就小小一個 喔,是喔 還蠻大檯的啊 還蠻大檯的啊 而且很漂亮耶 對,它就冷氣冷掉 到了 哈哈 嘿 皮革蟑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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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 欸 啊 喚蟑 這個這個是必殺魚打 必殺魚打 隔壁碼頭喔 對 喔 就是一個自用小停 真的 就是有 自用小停的意思就是 自己買的船 對 你有錢還不一定坐得到 對 OKOK 今天運 運 哦,運人人 哦 你們是運丟的 另外一艘 公寓善騎士必先立騎騎 有沒有什麼必殺釣竹啊? 必殺 這個白帶那個天秤有點像喔 但是它比較小石一點 接這一段線的目的是什麼? 捨棄線 因為有時候牽可能卡到拉的時候 它就斷了 不會斷成竹 那牽的重量大概是多少? 3到6 各位釣友可能要有一個觀念 水流牆的時候呢 要用重一點的錢 不要去干擾別人 而且船長他們在找那個點底下有 一些障礙物或交易 所以你下去牽斜掉 你根本就掉不到 後來要有點留比較好 有點留比較好 所以相對來說 它可能比你提的錢還要比較好 對 那這一段呢? 這一段就金木蝦 哦 金木蝦 大概多長? 大概一旬 哇!很長耶 對啊 這竿子不就要用很長 才可以跳得起來 要長一點 六指多快七十 七指都沒關係 所以各位釣友如果想來試試看長鮮的話 210公分一下 210公分 對 會比較適合 8、6、70多多 因為我有在按拋這個軟絲 我知道 其實這個軟絲來爆的時候 訊號非常的小 很小 對 所以 挑選竿子的時候 剛好要明 剛好要明 對 那母線T1的選擇方面呢? 0.8到1.5 0.8到1.5 捲鮮器的話 我看大部分的話 好像都用小烏龜 對 都用古式的 為什麼? 比較敏感 比較敏感 對 而且我知道仿車捲鮮器 我們在捲的時候 好像震動會比較大一點 震動比較大 對 我們釣花卵好像有時候 震動稍微大一點 沒有均勻的收線 對 很容易的圖 花卵 軟絲什麼沒有抱緊 抖一下 就掉了 哈哈 這顆掉了 中了之後 給他用力補槍就對了 一定要補 OKOK 那木蝦的選擇方面 就一般也是3.5到10 這就 也是要鮮豔啦 對 反正 記住一個原則啦 對 加油 不搖的時候就換 對 隔壁搖什麼顏色 你就換什麼顏色 哈哈 不懂看隔壁就對了 OK 好 那準備一下 我們就準備吐船 好 OK 加油 加油 努力 另一隻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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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 by bwd6 b bwd6 by bwd6 軟絲誒 所以今天跟花枝很遠 對 軟絲 穩住 怎麼會這樣呢 有啊,泡管 有嗎?泡管 哇!泡管 泡管 小泡泡 泡Q 小透抽 所以是真的有耶 小抽 小抽 想不到竟然釣到透抽 白天的透抽,好漂亮喔 哇! 超美的 白天的啊 其實是生的 不要害我吧 有點通如是好不好 至少讓我有感覺 大石頭 哇! 很慢啊 出來釣一次花軟頂 大家就會知道 海底的垃圾真的蠻多 有福利都會釣有垃圾盡量帶裝 不要隨便亂點 浪大的時候,風大的時候 就被吹到海裡 小軟 放他回家,這麼小 拿呼叫拚拚一下 他從海上 吊出來 哎唷! 到了 沿著 Hal 扭走的 哦 嚥 都那麼大帥 好軟 騰騰的啊 好重 太可惜了 今天的最大獎 以我那個補槍的感覺 應該是今天最大隻 10年之後呢 整隻木蝦是黏的 給大家看一個更遺憾的東西 木蝦開鉤了 其實台蝦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鉤子比較軟 掛底不容易 缺點就是大的起不來 如果你硬拉的話 剛剛可能補槍補太大力 然後太急了吧 啊太可惜了 皮哥說等一下 還有機會到這個熱熱場 怪物的產地 我們到那邊再試試看吧 加油 好多的海螺耶 翻車魚 好漂亮喔 剛剛接近停留 皮哥說 我們最後到這個 垃圾場 就是潮進公園外面試試看 剛好來這邊的時候 遇到釣魚人所謂的這個垃圾流 因為表示這個地方有個緩流帶 所以這些漂流物 海廢棄物 那才會聚集在這個地方 如果這裡有一個這樣子的垃圾流的話 像這種投竹類的 其實他們蠻有可能會在這個附近聚集 那到底有沒有機會 釣到下課雨耶 我們來試試看吧 好多的 好,我去這裡喔 超位 超位啊 也可以幹嘛 哦哦 皮哥 下課雨啊 皮哥說來垃圾場試試看 大的大的 可以 還可以 哦 喔 不是弄魚啦,吃斑魚 一直中的吼 哇,前前七八十五還好生啊 這個要趕快收 這什麼東西吼 應該是魚喔 魚斑嗎 應該是啦 剛剛那個 米哥種了一隻這個 小隻的花子 結果 拉上來的時候 被其他的掠食性魚種咬成這樣 你看 哇,你看這個 我們釣的是 掠食性魚種的食物 真的是太恐怖了 米哥,養一艘船應該也不容易啦 今天的拖 皮哥船長的服務 我們兩個得以出去解一下手癢 喜歡我們的頻道呢 記得訂閱按讚好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